谈到这次民进党的选情 星期六是最后的方金周 就是最后一次动员的肇事大会 礼拜六礼拜天 蔡英文是安排在台中 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 她避开了台北 然后国民党 她的动员大会是在桃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谈到这次民进党的选情 星期六是最后的方金周 就是最后一次动员的肇事大会 礼拜六礼拜天 蔡英文是安排在台中 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 她避开了台北 然后国民党 她的动员大会是在桃园 就是说我们看这两场 最后一次的肇事大会 我们可以预估 就是说蔡英文到台中 她为什么不选择在台北 或者新北 或者是桃园 这个就证明了 蔡英文她只是想拉抬 中部的趋势 因为中部据我所知 票源相差甚多 尤其过去民进党执政的区域 他们都会阐述给国民党 提名的人选 那过去我在中部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在网络平台跟视频上面 网络的文章啊 视频我都已经分析的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 我现在说回来的是说 蔡英文这一次到中部 她还是要提抗中保台 那抗中保台 这张牌 现在被别人破解 她说抗中保台 不是绿营的专利 就是换句话说 已经不是你民进党的专利 那你尤其是中国鹏 那你尤其是陈时中 他在接任卫福部之前 一个月到中国大陆的宁波 去参加医疗交流 然后那个时候 他还强调两爱一家亲 那现在选举的时候 他说他血液里面 就有天生的 就有抗中保台的DNA 那换句话说 短短的几年不到 2017年到2022年 五年不到 只有五年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只有五年的时间 他的DNA里面 就有抗中保台的基因 那现在他们为什么讲 抗中保台跟那个保四 那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台湾啊 警察的编制有保一保二 保三保四保五保六 就是说他有 这一些机动打击部队 那刚刚好呢 台湾所有的民调的评估 就是蔡英文可能只有保四 是民进党创党以来 最惨烈的一次 那我为什么讲惨烈呢 因为在2022选举之初 蔡英文认为 我台南 我桃园 我高雄 我台北 我全部拿了下来 在做2018年的春秋大梦 所以他还是认为 他可以拿下四都 但是没有想到 两都都已经不保 这两都不保 就是证明了大势与趣 为什么 绿营在桃园的基本盘 并不弱于国民党 但是这次打得非常的艰苦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坦白说的一句话 纵然是林志坚选 也未必赢 我在网路平台的文章跟视频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他为什么不可能赢 大环境 大气候 疫情 重创经济 这个四个方面 就说明了 蔡英文想打赢 这一场选举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在10月5号我就讲 我是台湾第一个讲 民进党崩溃认 那个时候大家统统不相信 那现在呢 无论是美国 无论是日本 还有无论是台湾内部的民调 都已经证实了我的看法 那其次 我们说了回来 为什么保释 就是说当你抗中保台牌 你打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最近包含很多绿营的人 他们通通讲 抗中保台不是绿营的专利 那他现在拼命去攻击蒋万安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他攻击张善政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原来 孙韵鹏也好 陈时中也好 你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更加密切 蒋万安那个时候 他还在美国 那张善政在台湾 那你们两个是 自己跑过去的 那为了医疗 你们现在讲 为了医疗交流也好 那你们 你们讲说 通讯交流也好 那事实上 事实上就我所知 他们的作为 比蒋万安 跟张善政还要点重 那所以 当他抗中保台牌不灵的时候 难怪 徐定生他会讲 你们天天批评蔡英文的话 你们干脆搬到中国住 那换句话说 民进党这种口不折言 只会指责为人 不会反省自己 是他大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原因 那现在为什么讲到保释 就是因为你抗中牌 芒果干 好 咸猪手 等等这些事件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你引起了民众的反感 除了反感以外 那你更重要的 你每一次先发动攻击的时候 说柯治恩 他抄袭论文 高宏安抄袭 然后谢国良抄袭 那你们自己抄袭的 郑文燦 蔡世英 还有林志健 你们抄袭的论文 是比别人还要严重 那你换句话说 一个政党是先讲先赢 就是恶人先告状 那当然 当事情的真相 慢慢揭露的时候 民众是不会辞职民进党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抗中保台的DNA 会变成保释总队的 一个真正的原因 就是民进党实在是太嚣张 太恶劣 太霸道